温化美生活,哈喽,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 我昨天开始了本学期的第一堂课 哎呀,又上学了 对,是心理学的第一堂课 用两个字形容,就是 太酸爽 这,麦了妈妈来这几年,真的是 学无止境啊,学得越来越深 先开始说,出去学英语就得 学差不多要学心理学 进来还要学哲学 您这是要干啥呀 在我说之前呢,这期呢,是这样 因为有很多朋友呢,他们问我说 您这个中年返回到大学 校园去学习 然后他们想了解这个 报名的过程啊,还有就是 怎么样去学呀,这些事情 怎么样学英语呀,怎么样去学呀 首先要先多吃加拿大 天然海参,才能补脑 才能学得好,好,先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因为马上要过年了 有很多朋友在问,前两天 我们在温哥华美生活好物分享群里的 做了一次团购活动 效果也非常好,大家都非常欢迎 这款呢,就是十年金标 就是在加拿大的这个北大西洋的 北极水域生长了十年的海参 就是它没有泡发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对,它泡发之后呢 对,个头已经不小了 对,然后它中间呢就是这种 橘色的这个就是海参的金 是特别有营养的 所以在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金一定要保护好 这款那个又叫黄金身 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个金是黄色的 这个金是最有营养的 有些朋友说,里边是不是它的肠子要在去掉 那就完了 最好的就是里边的海参巾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泡的时候呢 怎么样泡 那我们在好分享群里边也会跟大家 就特别详细的解说一下 对,其实它干的时候 其实就有特别香的那种就是海鲜的那种味道 而且这个泡发率会非常大 这已经很多朋友在复购 因为你别看这么大一个海参 泡发起来比麦海参巾手还大 对,特别大 所以呢就是因为它是完全就是没有污染的 所以真的是特别好的东西 好,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那说到海参呢 就说到海参真的是在冬天能够增强体质 对我们来说能让身体更健康 不感冒,不生病 对麦海参巾这样的学生来说 还能让头脑更灵活,更清醒 是这样 就是因为就是最近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在问我 说这个在加拿大就怎么上学呀 就毕竟你看我这把一把年纪了 然后又 很年轻很年轻 然后又心里很年轻 就是又回到学校 然后要回到就是跟自己 其实我真的我的同学 他们的妈妈比我的年龄还要小 就是真的是这样 就他们 你上的是幼儿园吗 他们是他们是18、9岁呀 他们的妈妈也就是40出头的样子 对所以真的是我跟他们在一起上大学 对然后所以呢最近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这个学在加拿大怎么学英语怎么上学 然后我这一期呢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些那好太好了 我也想知道 对就是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问我他说他想学英语那就是去哪学 其实在这边呢就是如果要是新移民的话或者是就拿着永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实际上是可以上加拿大政府免费的这个英文课程 对有一个叫link有一个叫esl 就如果说想上这种政府免费上的这种课程班呢就可以到网上去搜 这个link的呢它就是linc 然后呢就是这个esl呢就是esl 就是English Second Language 就是它呢叫就是英语是第二语言的 对所以叫English Second Language 然后你可以到网上去搜就是哪里有测试这个英语水平的 然后想上这两种免费的政府提供的英语课程的就可以去网上找 对找完了以后先去那测一下您的英语水平 然后再给您分到不同的级别 对你就可以学了免费 对上这两个课程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通常在这个课上你学到的英语都是比较实用的 对就是日常生活比如说你去购物 然后你去买东西 然后你去旅行你去饭店 就是生活当中或者去银行柜台 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日常用语你能用到的就比较适合在这两门课上去学 对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上这个课 说最后有一堂课是课外的课 就让大家到文库华市里边 然后让大家从哪站自己坐公交车到哪站 然后一个旅行然后让你能了解文库华市 同时还学会咱们在当地生活 对它非常实用 是这是第一种方式学英文的方式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到这边的就成人高中 就是加拿大呢是孩子们呢18岁之后 那就不能呢像我们国内还有补习班 就是可能是20岁了有可能还在补习班里准备考大学 这边就不行就你18岁你必须从高中结束了 然后如果要是想继续完成修完你这个高中12年的课程的话呢 就要到这个成人高中去上 那成人高中呢实际上也是不收费的 如果对于新移民和永居拿着永居枫叶卡的人来说呢 也是特别适合 就是在这个12年级的英文班上呢 就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个孩子们 他们上12年级的可能也是要测试一下您的这个英语课 我刚刚要说 您可不一定就能去上12年级 我不是说12年级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12年级的这个英文的课 包含可能从1级一直到12级 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您的测试当中呢 可能是3级4级5级6级 反正不管是哪一级 就从那一级开始学 就是说没准备测完 您得从高一开始 也没准就直接上高三 那都是有可能的 对要看英语水平 但是我觉得学这个高中成人高中呢 也不是很好拿的 这个12所谓的12年级的英文 就是要把12年全修完它的英文课 就按照你的级别全修完 那它的课上呢 可能会讲到很多 就是比如说诗歌呀 然后那个一些文学作品呢 小说呀 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那种名著啊 那些片段呢 还需要背呀 这些可能在高中的时候 12年12年级的英文那里呢 都会涉及到 对但是可别小看这所谓的高中 您要有这个成人高中的文凭之后 其实到很多地找工作都是管用的 对因为加拿大这边 不是特别的看着文凭 但是它的就是工作的起始的门槛 就是高中12年级毕业 你有成人高中这个文凭的话 就证明了您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沟通 交流文字都达到了这个一个正常的水平 对 所以很多工作就是这么一起码的线 您如果能达到成人高中的水平 很管用 就是说明您是有一个有文化的人 因为他的就是12年级的这个阅读水平呢 还是非常广泛的 就是让您成为一个真正的 就是有知识结构的人 对 非常好 您要拿着成人高中文凭 您就比我有文化 我没有 对 然后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第三种方式呢 就像我回到大学呢 去take他们的就是课程 然后拿到本地的这个大学的文凭 对 那我呢 现在呢 就是我选的是一个英文的课程 对 那我在春天呢 我就可以申请了我这个 Diploma的这个专科毕业的这样的一个文凭 那如果呢 我还想继续上我这个学的话呢 那我就要修满它的120个学分 然后呢拿到它的本科文凭 那人就有 也有人问了啊 说您这在国内 是硕士都拿到了 是吧 都是研究生的学历 为啥来这儿的上个大专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其实呢 就是英文对我来说 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 就是我想把英文呢 就是学的更好 就是我的英文 我想说的更漂亮 而不只是简单的说 我出个门 然后没有障碍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一个目的 我希望我说出的英文 或者我写的英文文章 我希望漂亮 所以呢 我希望把英文提高上去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说 我想真正的感受这边的大学教育 其实它的大学很难读的 其实呢 对 其实这边有很多人都是 他有自己的 很专业的学历 比如说这个学士 硕士 但他同时也会再拿一些其他的 他感兴趣的一些证书 一些文凭 一些所谓的专科的文凭 这样呢 他就变成了各种的鞋盖青年 是吧 对 对 因为就是像我这些期 我take的是社会学 哲学 还有心理学 哇 真的是昨天一上课 听着就吓人 昨天一上课 我真的是 用两 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真的 非常的酸爽 对 怎么说呢 为什么酸爽 因为我现在take的这课呢 就是 你看我的同学 然后因为大家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会互相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是黑格 我是苏格拉底 然后 我的同学呢 他们有是 大二的学法律的 然后还有大一呢 学就是 生物的 学哲学的 反正学各种各样的学课的人 然后来take这门心理课 那我昨天是上的是第一堂心理课 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 听懂这个课是没毛印的 我觉得最难的对我来说就是这些人的名字 因为其实讲心理学呢 我们都是要从哲学开始 比如他想讲那个笛卡尔 阿里斯多德 然后类似于这种的 然后这些名字呢 对于你来讲呢 我们都是中文的名字 然后他用英文说出来 你就很懵 然后还有一些词 那真的是心理学的一些词 那他都是一些 可能他的词根你都知道 但是他延伸出就是很复杂的那种词景的时候 你就觉得有点懵 但是还好 我觉得 这心理课很有意思 因为他中间有很多就是案例和故事 然后我觉得应该我还是能坚持下来 对 其实在这边真的立在这个问题 其实比如说Matt上小学 他在二三年级的时候 有些数学作业数学提问我都不好辅导 并不是说我这数学差到不会二三年级的数学 而是说呢 他加减乘除分数什么全他英语来说 咱不会啊 对 所以说就还得先把这个英语转换一下 都在教的 这的确也是个问题啊 对对 其实我想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可能还要再努力一些 可能有些生词啊什么的 还要加强一些 行 对这是一种 已经够努力了 这是一种在学校里 就是你要拿文凭的这样的一种 学英语的一个方式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是什么 其实在网上 网上现在 你想学任何一种类型的英语 甚至是其他语言 在网上你搜各种各样的网课 各种各样全世界的好老师 都在上面有自己的自媒体 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四种方式 我觉得呢都可以提高英文 还有第五种方式 就是您直接冲到广阔的社会当中去 找工作也好 或者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 对 那也能学英语 对 是吧 你就像我这也没上学 天天带着孩子到处打球去 参加各种活动去 它也有进步 对 其实我就想说这个 就是你学的时间再长 不如出去用 对 像我们一起出去玩 就是麦子爸爸的 他的听力和他口语呢 虽然听力肯定是要比我好 我觉得一直都听力比我好 然后口语呢 虽然你听他去 虽然不漂亮 对 虽然你听他说的都是那种 就是支离破碎的英文 但是不妨碍大家都懂 而且还会用英文开玩笑 我觉得这个才是学英语的最终极的目的 对 就是非常好的沟通 好吧 我很赐满了一句 咱们今天给大家聊聊说 学英语的几种途径 这个东西其实上学总是无止境的 而且上学跟所谓工作和生活 其实是不冲突在这边 就像麦糖尔前里能不能聊 他如果再往上学 要拿一个大学的文明 或者硕士文明 就是休学分 像他现在拿了这个 现在拿了这些学分的话 他可以完全转到UBC 对 转到其他的这个想区的学府 去申请个专业 都可以 是吧 在这边的学校就是这样的申请 然后呢 你如果上一个大学的 一个好的 你喜欢的专业 学分也不是说你四年必要学完 他可以撑到很多年 是吧 我本来是想学心理学的本科 然后我就问了我的咨询的老师 我问他 我说我最长 我能take多少年 然后我最后学完 他说十年 你想十年 其实这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一边工作一边慢慢修着 就把上学当成了自己一个业余爱好 其实也挺好玩的 你不要把上学压力那么大 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生活 同时再继续每年修上一门半门的 挺有意思是吧 其实我的同学里 他有一个也住在我家附近 也是我们的邻居 他也是 他其实移民到这里已经20年了 然后他是做水暖工程的 然后他公司做得也不错 他现在呢 就是相当于是把他的这个业务 交给他的儿子去干了 那其实他年龄 我没有问 但我感觉应该也是50大级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了 他现在呢 也选了这个大学英语的课 那么他这学期呢 选了很多 就是大学的写作呀 还有什么 就是那个交流技巧呀 还有社会学呀 他一共选了四门课 他觉得压力也挺大的 但是他说呢 他说他也是想用 至少七八年的时间 慢慢的把这个文准拿到 学着玩 是感兴趣的一件事 学习不一定非是苦事 也可是乐子 是吧 行 那今儿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学英语的事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沟通交流的 也欢迎在我们的留言或者私信 然后呢 也请大家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温柏美日生活 支持我们做得更好 让我们新的一年里都学习又成 事业进步 感谢您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